加州大学优系统2014年秋季班入学申请从今天展开 而加州州立大学CSU系统则从10月1日就开始开放申请 两大系统的申请截止日则都在11月底 因此对12年级学生来说 这个月成为了申请大学的关键期 今天的迈向大学之路大学申请篇就要告诉学生 申请大学要注意哪些细节 如何提高自我的竞争力并避免常犯错误 以便进入理想的大学 古人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招 对12年级学生来说 高中4年努力经营的学术与课外表现 就是申请大学时的置身关键 而要顺利完成申请程序 有四大重点必须把握 你现在手上第一你要有一个总成绩单 也就是你高中4年的总成绩单 那如果说总成绩单呢 你可以跟你学校的consultor申请 申请出来之后呢就一目了然 而且那是一个总记录 所以总成绩单很重要 再来就是SAT SAT2跟AP考试的分数 再来呢你要自己想办法构思出来 你的一个履历表 Resume 那这个其实呢我们都会鼓励学生 在九年级的时候就开始点点滴滴把它记录下来 再来呢你就必须要有一个就是你选着要申请哪些学校的一个总的一个单子 一个list 我们会希望你选择大概三所到四所是属于Dream School 也就是比你现在的这个状况更录取分数可能还要再高一些的 那一些学校呢是跟你目前的状况比较符合的 大概也是三所到五所这样子的 那有一些学校呢是属于Back Up School 就是安全的学校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录取的分数每一年都会往上涨 所以安全起见我们还是要申请一些分数稍微低一点的学校 整个列出来之后呢你要查询这些学校他们的截止日期 以及他们要求的个人自传的题目是哪些 所以呢你就可以开始去准备这些资料 要从庞大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除了亮眼的各种分数 一篇完美自传更能在最后时刻为自己加分 个人自传有些卡可能会问你说 请你告诉我你的家庭你的世界怎么样影响你 那这个是属于比较平估直序的个人自传 那有一些像史丹佛大学他会问你说 请你写一封信给你未来的室友介绍你自己 那这些就是不同的方式请你去介绍你自己 所以可能还是要发挥一下创意 而且呢故事不能太老套 要能够让他看了能够真正的感动 但是又不能用很夸张的方式 或者是讲大道理的方式 所以可能还是要用平铺直序的方式去 真的能够让他记得你跟你的故事 在拟定申请清单时 除了考量学校排名 学校地点 专业科系 校园文化 科外活动 甚至种族与宗教多元化程度 都可以透过上网或向前辈请教 一并列入参考 另外专家还建议 我觉得也蛮重要的考量就是所谓的四年毕业率 因为很多的学校呢 因为可能风气不是那么的好 那四年毕业率并不是非常的高 像有些称之四年毕业率是在40%以下 那这样子的话 小朋友如果说个性上比较容易受影响的 去读这样的学校可能会受影响 然后四年毕不了业 如果说你是选系不选校 请你真的要非常确定 你就是要读这个科系不会再改变 这个当然都是有一些像能力测试 可以去帮助学生参考这一部分的 这个专业的选择 网络上也有一些专门以科系排名的 大学排名 这些也都可以参考 万事准备就绪后 应该尽早完成申请 以UC和CSU系统来说 截止日都在11月底 但由于申请人数众多 最后一天往往容易发生电脑当机问题 因此专家建议 最好能在11月15日前完成申请 特别是先到先得的奖助学金 更建议在1月1日开放后立刻申请 至于如何在12年级课业和申请大学准备中 妥善分配时间 专家提醒 4年的努力其实就是为了要进一个好大学 所以必须要先把这个priority 就是一个优先顺序要先搞清楚 时间表的这个控制跟就是说 把每件事情做到完美的这个品质上的要求 是非常的重要 然后呢要提醒大家就是说 12年级下学期的这个成绩呢 基本上不会列入申请的考量 可是如果说你12年级下学期读得非常不好 大学是有权利就是取消你的录取 所以虽然它不会列入审核的考量 你也不能够读得太差 在孩子申请学校的关键时期 家长应该给予孩子更多鼓励 必要时从旁协助 让孩子保持愉快心情 兼顾学业与申请程序 赢在高中终点 也赢在大学起跑点